《便利》拜登 请领先合掌 第七页 启首三戒尊 归依十方佛 我今法宏愿 慈慈金刚经 慈慈金刚经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屠府 若有见闻者 释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觉 云何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福以何恩怨 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此经 云何于此经 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 往为众生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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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 第21 继续在下面 已时慰命菩萨百佛言 誓尊颇有众生 于未来世 闻说是法 生信心否 当时 慰命衰菩提 慰命衰菩提 已经有慰眼 可照见一切法皆空 慰命衰菩提 百佛言 世尊颇有众生 未来世听到 生信心否会否生起信心 因为有些众生生起信心 有些众生未必生起信心 如果善根不够深厚 会否生起信心 必须要善根深厚的众生才会生起信心 善根不深厚 听到《金刚经》 经会报 会慰 发现衰菩提 比非众生 非否众生 有些人说 佛就回答衰菩提 比非众生 非否众生 为什么 什么是比非众生 比非众生 这些人不明白 我列出来给大家知道 他们不是普通的众生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众生 不是普通的凡夫 他们是法心修学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菩萨 初法心的菩萨 不是普通的凡夫 比非众生 他们不是普通的众生 这些人 已经不止于一日 一佛 二佛 三 四 五 佛 而众善根 以诸无量千万佛 所众诸善根 即是好像国下 今天来听《金刚经》 其实很多时 有很多国下不少的听众 可能你前世已经听过 所以今世一听到《金刚经》 你必会来听 你会很着弱来听 有些人完全没有这个兴趣来听 请他来听 或者有很多障碍不让他来听 他会做其他事 他会做些 财色名食碎的事情 他都不会来寻求智慧 但每一个人的善根不同 比非众生 非否众生 但他们并非不是众生 虽然是众生 但又是众生 但非否众生 否众生即不是众生 又不是众生 即是 他们并非脱离凡夫的众生 他们虽然是法心的菩萨 还要继续修行 有时看经文 以前古文的写法是这样写的 而《金刚经》写的方法 是 是理圆容 他说是众生 在这方面 不是众生 是因为因缘无合而成众生 不是众生 众生可以成佛 即是要原容读《金刚经》 的义理 发言 虽菩提 比非众生 非否众生 可依孤 虽菩提 众生众生者 如来说 非众生是名众生 众生众生者 众生之所以 为众生的原因 如来说 非众生 即是 他们是法心菩萨 他们不是普通的凡夫 但又可以解作 众生是因缘所生 众生当体即空 缘合就成众生 缘散就离开世上 是名众生 现在是假名为众生 将来会成佛 换句说话来说 这些众生 不要看他们是众生 他们是法心菩萨 虽然是法心菩萨 他们也是凡夫 虽然是凡夫 他们将来会成佛 所以一切众生 妙法莲花经有位菩萨叫做常不卿菩萨 他见到所有的一切人 他都说 你将来会成佛 我不敢态慢 我不敢轻视你 你将来会成佛 他见到人便会拜 因为你将来会成佛 是常不卿菩萨 常不卿菩萨不是说 这个人见人便拜 他的心对众生可以成佛 产生一种无量的尊敬心 所以他永远不会轻万灭人 因为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 所以这是第22 以示慰命菩萨开始 总共的字有62个字 刚才读从第66页 以示慰命菩萨一直到 是明众生 有62个字 其实这62个字 《河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 是没有这62个字的 本来这部经是《河摩罗什法师》翻译的 《河摩罗什法师》 另外还有一部《金刚经》是原装法师翻译的 另外有《金刚经》是《菩提楼知法师》翻译的 《河摩罗什法师》翻译本来是没有62个字的 但后人加多这62个字 为何我们这样知道 因为在魏朝时 《菩提楼知法师》翻译的 又有这段经文 《河摩罗什法师》 即是这位法师翻译的 没有这段经文 后来这段经文是后人加上去 为何会有后人加上去 有一个典故 相传在 大概是唐朝时代 有一位 普通的 沙眉 普通的法师 他修行了没多久 修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出家没多久 平时他是读《金刚经》 忽然间暴毙了 墓毙了 去到 地府 因为他未出家之前 作了很多恶业 虽然是读《金刚经》 有恶业 必有恶报 去了地府 地府 袁皇就要审判 所以袁皇审判 即是每一个人所作的罪 就算我们在世间也有法官 去到另一个世界也有判别这个人 所作的罪 有多少罪 而根据他自己的罪 流转生死 并不是袁皇要罚他 而是他自己罚自己 因果是自作自仇 袁皇不可以说你作了某个因果 恶恩 袁皇自己可以饶恕你 不可以 因果律是很平均平等 人在世上有一件事很平等 这件事平等是什么 无论跪贱 必须死亡 人在世上 离开世上 有过去 现在未来 又有一件事很平等 就是因果报应 你逃不出 你多富有 你多贫穷 你逃不出这个因果律 袁皇 根据这位法师 他所做的事 他自然有记录 他自然有记录 即是全部registered 在computer里面 computer memory里面 每一个人里面 好像我们的电脑 你所做的事 以电脑来再譬喻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经过keyboard 已经key in keyboard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全部key in memory 一入了memory 你洗不到的 已经入了电脑 他也是这样说的 有些电影也经常说这件事 尤其是有些外国的电影 有没有看过有些外国的电影 Have you seen Heaven Can Wait 有没有看过这电影 80年代的电影 都没有看过 Heaven Can Wait 是Wall and Beatty 即是和蒙姿的中文名是什麽 他 这部电影是 这部电影是很奇怪的 是讲格世恩果报应的事 他 撞车死了 撞车死了 走上天堂 以前叫做租带看电影 这部电影是 美国的电影 Heaven Can Wait 是Wall and Beatty的主角 去世后就走上天堂 走上天堂有个 Mr. Chips waiting for him How are you doing key in the board 你将会投身去哪裏 他查看你 你不应该死字 你未到时间 根据电脑的美度时间 后来他要走回他的身体 因为人已经死了 身体已经消失了 他怎样有整个电影的故事发展到 他怎样借别人的身体 经过几个身体 又做过打boxing 又做过musician 这个电影 很有兴趣 讲人如何轮回 如何投胎 大家不妨在这个电影看 Heaven Can Wait 我为何说Heaven Can Wait 我现在说这个 Heaven Can Wait That means They already got it in the computer They can wait for you 即是你去世了 他带你去 你未到时间 未到时间 但有些问题 我现在带你去投胎 再说 Mr. Chips 带他去投胎 很有趣的 这个活电影 讲到这里 袁皇看到这位法师 问他有什麽功德 平时你做的 我尊重《金刚经》 你尊重《金刚经》 他说 难怪你见到 你的头上有 有《金刚般若之光》 即逢侦中《金刚经》的人 原来头上有《金刚般若之光》 你有《金刚般若之光》 你中《金刚经》 你中一片给他听 你中《金刚经》就不用害怕 除非说谎 你没有中《金刚经》 如果袁皇一给他《金刚经》你中 你中不出声 你中惨 你欺骗 他不要紧 他真是懂《金刚经》 他就中《金刚经》 中完之后 袁皇说 你中《金刚经》好 但你留了六十二个字 这六十二个字 你必须要这样 现在既然是你中《金刚经》的功德 你可 现在增加你寿命二十年 你回到阳间 你便要将《金刚经》里加多六十二个字 这六十二个字 《梅勒菩萨注解金刚经》里面也有 可能 照我推论 可能 靠摩罗什法师 那个译本里漏了这一句 你回到阳间 你现在增寿二十年 你回到阳间 你便去到 豪洲 中离子 旁边大殿的石碑 就有这六十二个字 你将它抄出来 加回到第二十二份 加回到第二十一份 飞雪所雪份 加回到 他便醒了 还回羊 豪洲中离子 看到这个石碑里面有这六十二个字 因此 他便提议印经的时候 抄经印经的时候 加回到这六十二个字 所以我们也有这六十二个字 豪洲中离子 即是什么呢 以前是叫豪洲 现在是叫安徽 安徽中离子 即是安徽的 封阳远 中离子 有这个事情 因此我们有这六十二句 这是说多几句 告诉你 有这六十二个字 我们现在讲第二十二份 第二十二份 无法可得分 衰菩提 百佛言 誓尊佛德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也 衰菩提 请问佛 释迦牟尼佛 世尊 佛 证到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否无所得 他得到这个佛 得到证到是否无所得 佛就说 如是如是衰菩提 我于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或是无有小法可得 善明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何有无法所得 为何说 佛正到无上正等正觉 正到无上正等正觉 为何又无所得 虽菩提真真实实误到 佛得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无所得 若执着有所得 便是执法 第九份 至第十六份 是解悟道理 第十七份以后 解悟后 便要根据修行 到了这一份第二十二份 内心的法相也要空得干干净净 前面所说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仇者相 总相就是我相 空了我执 我们的我相很重 有我见我爱 我慢我痴 一切烦恶都是无名的我相我执而产生的 执着重 而产生 前面那些 是说 我执 法我执 和法室都说 但这里特别强调 连法相也要空得干干净净 法相是什么 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便是法 连法也不能执着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那你学佛 你执着 阿纳多罗执着佛法 不是 他不懂 根本佛法也不执 也要放下 你执着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贪心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你真是贪心 你又说叫我不要贪心 你不是一样贪心成佛 你贪心成佛 他不懂佛你 他不是贪心成佛 成佛佛法就是一条船 你必须借船如渡海 渡海上岸必须弃船 你不弃船 你不离开船 你是不能上岸 所以最后连佛法也不要执着 是一条船 这条船没有也不行 执着也不行 去到最高上的节理的时候 即是去到终点 连船也 无可得 无有一法可得 如来体性空直 离文字上 离心缘上 如何得到 如来所说法 体性空直 当体即空 因缘所生法 当体即空无自性 无独立性 无自存性 是短暂 离开文字 超越文字 文字不过是传达 佛法 是文字般若 执着文字般若 便离不开执着 而且如来之性是离念 还有一个念头 还有一个妄念 根本不是佛法 必须要离开这个妄念 离念的还哪有念可得 我每一个念头都有所得 这是妄念 贪心的念 贪明的念 行善的念 我念念相计都是这些妄念 得到法的时候 无有妄念 无有妄念得 妄心里面无一妄可得 如果有法所得 是唯心所现 是你的心执着法 所以是无所得 无有一法可得 是明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下面 发言如是 如是 虚菩提 我只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小法可得 是明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有小法可得 一点都不执着 我执着一点都不可以执着 执着一点都不是彻底 但是话需说回头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仇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里面包括我执和法执 如果破了我执已经不得了 不过 《金刚经》里面 所说的义理是无相的最上性之法 连法执也破 连法执也破 即是如船 这个海是波涂洶湧的大海 从迷的岸到涅槃的彼岸 必须要这只很稳健的船 这只稳健的船 经过波涂洶湧的大浪 随时都会船翻于人亡 但这条船是什么 执着一个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仇者相 的修行方法 这样说 就帮助你去到 去到彼岸 去到彼岸 执着有这个法 都OK 为什麽都OK 我起码不会写在大海 我到岸 我虽然还有一条船 在船上 我差不多到岸 我差不多到岸 还未上岸 这是阿罗汉 他已经超脱了生死 已经不用再 在六度里面轮转 因为他破了建画和施画 不过再上一层楼 再上岸更高 这是菩萨的境界 初地 二地 三 十地 乃佛的境界 已经无有一法可得 从哪有按与不按 从哪有工具 无有一法可得 下面 正心行善分第23 促持虚菩提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事名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非善法 事名善法 刚才我们说过 要离一切上 修一切善 金刚经的 依 看 起 修 离一切上 无我上人 修 众生上受者上 不单止如此 还要修一切善法 佛在这里说 除了离相 还要修一切善法 离相也不够 还要修 布施 忍辱 精进 成定 般若 一说了修一切善法 佛又恐怕你执着善法 便立即说了 衰菩提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 即非善法 事名善法 佛再次重复叫清的当机者衰菩提 事法即是无常正等正觉 这个实相般若平等的理体 平等的理体本来有 而且无欠无缺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过凡夫被无名烦恼 所障蔽 遭肺镜已经蒙尘 他的反光性能 每个人都是平等 如果能够离一切善 即是般若实善 如果能够离一切善 则诸法不生 离一切善 即是不执着一切善 诸法不生 即是一切妄想 妄的境界 无这个境界 心也不会生妄想 这就视为无生法 诸法不生 妄法妄境不生 因为心不执着 就叫做无生生 法本无生 性亦无生 即是 假名为生 诸法不生 诸法不生 所有妄念不生 妄念不生 甚麽生 妄念不生 妄念甚麽都没了念 我再做到无念 怎麽办 没了念 这就很麻烦 没了念 一念不生 即是所有妄念不生 一切不生 则般若生 若真是有样东西生出来 你完全一个妄念都没有 有甚麽 会怎样 What's going on What's next What would happen to me If I have no wondering thought If I am all purity What would happen to me 如果我一点妄念都不生 自自然然就般若生 自慧生 自慧就生出来了 如果真是以为 自慧生出来 你又不要执着自慧 修一切善法 而不执着一切法 这里所说的善法 必须依照前面所解悟的道理去修 整部《金刚经》根据通理大师的注解 《金刚经》 通理大师有一部 写了《金刚经》的注解 《金刚经》 《身眼朔》 判科判别《金刚经》分为 《顺解修正四大科》 整部《金刚经》的脈絡 将它分开四个category 从第2份到第8份 第1份是罪份 Introduction 罪份 法会因由 是罪份 第2份到第8份 就是以无助而生信 不要执着 要离一切上 修一切善 第2份到第8份 要建立你的信心 从第9份到第16份 以无助而开解 要建立你的解 理解《金刚经》 第17份到第24份 我们现在是第22份 至到第24份 观无助以进修 有了信心 理解之后 就要去修行 不仅是 要实践 不仅是理论就算了 理论必须加以实践 只要有理论而无实践 所以由第17份到第24份 他们是观心的 又加了一个观字 直到第25份到第31份 无助以成正 是怎样正果 现在说到第22份 快要收 亦一直说 怎样观一切法空 怎样观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无法相亦 无非法相 有些人问 怎样观 怎样观 以无我相 观无我 观一切法空 怎样观无我 如果有人 从色声香味触法 来观 怎样观色 你认为美丽的事 举个例 你生了一种欲念 你必须第一念一起 第二念要观照着 第一念一起 如果不察觉 第二 第三 第四念 一路 便会犯 念头会继续 所以真真正正 如果以圣界来说 以持戒的人持得很彻底 第一念不是犯戒 第二念没有做到便已经犯戒 这是 杜孙律师所说的行事抄里面 初起缘非 不明为犯 即是 一初起这件事 执着个境界 起了个念 贪念 淫念 如痴念 亦恶念 任何念头 起第一念不叫做犯戒 你不知道第一念 而第二念 第三念 第四念继续下去 便已经犯了 如果第二念 第三念 第四念下去 由这个念头而成为现行 这个五蕴就是这样的 识受 想 行 识 识就是你当初一念 的时候有 受 入了下去 想你继续去将这件 这个念头 这个Y的念头 在你不经不知不觉之宫 有些延续 有些延续里面 掀起你的现行 就叫做行 Valitional action 说话也是 某人说一句说话 从星里執入了 色色香味诸法 从星的第一念 一听到这句说话 你的心很猛 一起了一个猛的念头 为何要说这句说话 你伤害我主见心 第一念 第二念的时候 你说这句说话很不应该 你怎样怎样怎样 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 第四个念头 一直落下 落下 看第几个念头 便会反驳 Shut up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不应该这样说 从这个星里面 一执着就继续去犯 观的时候 你懂得如何收敛 当下就懂得观 当你不只是静坐才要观心 静坐观心 为何要打坐 打坐就是帮助你这个概念容易控制 即使我打坐的时候 我便会观到自己的心 你平时行住坐我 你这么忙 你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你怎样观到你的心 你平常要做事 要买你的股票 要赚多少钱 你观不到你的心 但如果有一段时间 你静坐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告诉自己 我要训练我的心 不让它起第二念 唯有贪念的时候 第一念起 第二念不给 即是静坐时观心 即是 如果我观心时 我便当一个念头 坐下来 肯定会起念 你没有说坐在静坐 不起念头 当你静坐时 更加了解自己的心 静坐必须有所愿景 叫做静坐观心 如果你静坐时 我现在放松一下 我轻松一下 这不是静坐 你是轻松 你不是静坐 你不是观心 你是松弛放松 那不是静坐 不过静坐当然 你需要轻松 放松 连放松也放不到 你很紧张 你根本不可以观心 很多学问 静坐里面 静坐是 其中一个修行的方法 《金刚经》讲 给你听这个修 着着都叫你修行 但你知道这里只有五千多字 除非它有五十万字 就可以逐步逐步告诉你 但是圣言所讲给你 这些是2600年前佛陀讲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众生的根基很利 讲一样东西就知道很多东西 现在人的根基 你讲一百句都不知道你是什么 而这《金刚经》五千多字 对于几千年前 在正法时期的人 一听就开悟 一听就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现在的人 第一 他不来听 第二 他听了十次也是果 苹果 吃苹果 很多果 不是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即是他 没有那么容易接受得到 而这部经是必须要 如果真是要讲《金刚经》 其实不是十几堂就讲完 讲得两三个义理 无我上人像众生上受者上 好 开始静坐 静坐是观心 观心是观什么 观我妄念 怎样起法 或者我不要了 今次初学的时候观什么 我观数识 识入识出 这个鼻孔里面 呼吸入 呼吸出 我自己是鼻孔里面的 一粒芝麻 一粒芝麻在鼻孔里面 我不是我来的 我不是我现在这个 观成法师 我是鼻孔里面的一粒芝麻 我一粒芝麻 感觉到 空气吸入 空气呼出 我将我所有的 妄念 所有想的一切 善事恶事好事 财 识 名 识 随 所有的妄念 都不想着 归纳一粒芝麻 空气入 空气出 将所有的所缘景 化为一粒芝麻 感觉到入出 即是将所有千千万万的所缘景 都不去想 化为一个所缘景 这个所缘景 就是我这粒芝麻 入出 即是有什麽作用 即是随时可以将 散乱的心 归纳为一个心 归纳为一个所缘景 我现在对着你外国有多少所缘景 如果以每一个人来说 有二百个所缘景 每一个所缘景 这个人是这样的 这个人是这样的 几百个所缘景 我几百个所缘景 每一个所缘景都建了一个网念 这个人的样子很壮严 这个人怎会这样 这个人很狡猾 这个人 全都建了所缘景 不单人建了所缘景 我看到这双花 这双花插得很好 我很喜欢 这双花 我都叫他不要这样插 他又这样插 全部是所缘景 这个风扇 领出来的风 哗哗声 叫他不要买 又要买这个风扇 色 声 香 味 触法 全部都是我所缘景 如果你的人好的 从正路的 所对的日常 工作 事业 家庭 遇到所缘景 你知道的所缘景 懂佛法 懂修心 不懂佛法 对着所缘景 就惨了 对着所缘景 现在外面的所缘景是什么 财 色 名 食 税 虚 荣 名 利 求财 权 力 自私 自利 你自己知道的 你打开报纸看 听新闻 所缘景有多少 无量那么多 无量的所缘景 其实戒律应该有多少 释迦牟尼佛应该立多少戒律 戒律有多少 我告诉你 戒律 无量那么多 为什么 一个所缘景就是一个戒律 两个所缘景就是两个戒律 三个所缘景就是三个戒律 戒律是对峙所缘景而产生的烦恼 而且复杂到怎样 与一个所缘景 大家的善根不同 对所缘景不同的看法 我这个人的欲念不强 我对着这个 很美丽的事 很英俊 我不应该产生的所缘景 但这个欲念强的所缘景就很厉害 它产生现行 很复杂的所缘景 你想一天成佛 你现在知道原来如此复杂 整部《金安经》五千多字 只是讲修行的大纲 如果真的逐步逐步 要经通过什么 所以修行 为什么有这么多方法修行 高僧大德列了很多方法修行 有念佛的 有禅宗的 有密宗的 有律宗的 要从各方面 去观心 从各方面去收心 如果你聪明到你选一个 一个方法就可以 单刀直入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不是的 要多方面才行 最初的十多二十年 多方面 看经 念佛 做止观 慢慢 语言目掩得多 最后说 我一心念佛 我修物 我修禅 自然会修 你自然会找出你的方法 但最怕你连路都不走出来 你仍然是贪亲千万而恶见 永远都是痛苦之中 我说 越说越多 不如说到这里 第二十三份 人有修行的名文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罗多罗三 叫三菩提 善法不是世间有漏的善法 是出世间无漏的善法 不能够离开佛法而修善法 修行不是佛法 便不是出世间法 为什麽佛法 有佛法的特别 在哪裏 不单是世间法 不单是解决你现时的生死问题 还要解决你以后的问题 两位蝉诗说 人生犹如幻中幻 父母未生谁是我 一息不来我是谁 即是 修行的时候不仅是现世那么简单 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谁 一息不来我是谁 当我这一息不来 即是要没得透气要死的时候 我又会成为是谁 这些问题大家要想 不仅是早午晚三餐 你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你认为是快乐的事情 其实一转眼就云烟 一切的荣华富贵 无论是逆境顺境 斩眼就成为过去 到时 真是一息不来 最后的那个钟头 你不懂得处理 如果你念佛 当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修行 你不会坐入三恶度 你下一世再修行 所以有些人修学佛法 这一世很精进 前世修过了 有些不精进就前世修过了 每一个人的修行都不同 继续 所言善法者而来说 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佛又恐怕我们 执着善法相 所以说即非善法 不要执着善法 是空的 是因缘所生法 是无自性的 无善法可得 我们要修善法 而不执着善法 即是 即空即假 超越二变 所以这才是真实无留的善法 我们要开始讲第24 《福智无比》第24 衰菩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诛须眉山王 如是等七宝罪 有人持用布施 若人以此般若波罗密经 乃至四句己等 受持独颂为他人说 于前复得 百分不及一 百千万亿份 乃至算数辟如所不能及 释迦牟连佛 狠切地引导众生必须修学佛法 所以他时常给予很多辟语 告诉你 功德在哪裏 这裏又给予一个譬语 受持独颂金刚经的功德有多少 经中与譬语来说明功德 前面已经有五次比喻 受持金刚经的功德有五次 为什麽又说 有很多人说 金刚经没有什麽 重重复复 前面说完后面又说 重重复复 让你记得 是你自己不懂 你自己没有了解内容 第八份 我们将 评语 每份 分析一下 大家掀去第八份 第八份怎样说 第二十三页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布施 使人作得福德 令为多否 释迦牟尼佛 以三千大千世界那麽多七宝 金银流泥车渠 马路山湖 珍珠 虎柏 这些七宝有多少 充满世界那麽多七宝 令布施 所谓的福德很多 但也不及授耻 金刚经的福德 第一次比喻 第一次用 三千大千世 不止这个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那麽多七宝 布施也不及授耻 金刚经的功德 这是第一个譬喻 引导 告诉你这个功德 告诉你这个功德 必须要被譬喻 只是高德很多 多到怎样 当然要大概说一下 第二次 告诉你这个功德 就是第十一份 十一份 第三十二页 第二行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七宝满意所行河 沙素三千 第千世界 以用布施以得福多佛 又是用三千 第千世界 现在又用第二个方法 用行河来譬喻 第十三份 中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行河沙等身命布施 若有人于此经宗 乃至授慈四句己等 为他人说祈福甚多 这里又是怎样呢 不只是行河沙 不是七宝 他说以行河沙的生命布施 即是牺牲自己去布施 这就更厉害 每一生命如行河沙的生命 每一生都去布施 甚至乎牺牲自己的无畏施 来布施 又有个例如第十五份 第十五份 第四十六页 虽菩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初日焚以行河沙等身布施 中日焚服以行河沙等身布施 后日焚亦以行河沙等身布施 这里说什麽呢 不单止以身来布施 分分钟也以身布施 早上午 午上 晚上都要身布施 又重复题 第十五份 讲布施 第十六份 虽菩提 我念过去 无量可憎其劫 于言登佛前 得值百百四千 来由他诸佛 色皆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欲服有人 于后没世能受自读 诵此经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份 乃至算数庇余所不能及 这又说什麽呢 我 释迦牟尼佛 在古佛以来 言登佛 都供养过百千亿亿万万佛 没有空过的 每一尊佛我都供养 如果 这样的功德很大 但是受持独颂 后世的人受持独颂 金刚经的功德 远远大过我 以前供养诸佛的功德 这是第十六份 即是从第八份 十一份 十三份 十五份 十六份 七次来辟语 现在接到第24份 这第24份 比喻 用什麽来辟语 现在这四十份 三千大千世界 二十四份 揭远 揭远第24份 他用什麽来辟语 衰暴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诸眉山王 如是等质补罪 有人持用布施 至到这一份 第24份 又用衰眉山 以前用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大 又用以身布施 为什麽到现在 这一道 又用衰眉山那么少 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件事 比喻越来越小 以前的比喻都好像世界那麽大的七宝布施 现在只是一个衰眉山的布施 为什麽比喻越来越小 有没有发觉这件事 为什麽越来越小 他表示什麽 你知道什麽叫衰眉山 一个衰眉山根据佛经说 八万四千游巡 照这麽计算 三千大千世界 有100亿的衰眉山 即是 现在衰眉山 三千大千世界有100亿的衰眉山 就如估计 为什麽越来越少 为什麽 为什麽比较 是越来越少 是有理由的 越来越少是有理由的 在《华严经》中说 发心究竟易不别 如是易心先心难 有两个心 如果我们当作有两个心 有个发心 有个究竟心 即是发心即是走出第一步 发心这个心走出第一步 第二个心就是他已经走出第一步 他走二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一路走 这两个心哪个难 发心难 如是易心先心难 《华严经》说的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发心最难 所以发心 以什麽呢 以好大功德来譬如发心 如果没有最初的念菩提心为恩 还哪有菩萨修行为缘 如果没有缘怎会结成果 所以发菩提心最为重要 最为难得 所以比喻 教梁先发心 先开始你发心的时候 以好大功德来譬如 去到究竟觉的时候又用小些心 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知道这件事我得到什麽啟示 发心难什麽啟示 即是说 你已经走出一步 你已经发心了 还有未发心的人 如果你劝他发心 他未发心 你不要说 I am disappointed I have been talking and he doesn't believe in it she doesn't believe in it 不要紧要 你叫你的家人 学佛 你叫你的儿子 丈夫 爸爸 妈妈 他未学佛 当然是 发心是很难的 当他一发心的时候 他就勇猛精进 越来越 不要紧要 发心难 你不继续 跟他众恩 继续跟他说你要这样 他迟早 他会有究竟心逐步逐步走 所以 有些人问 为什麽现在的比喻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这样 前面发心难 所以用的比喻 是要强大些 后面 都大 但没有前面那么大 继续第25 化无所化分 第25 虽菩提 于亦云何 于等为如来作是念 我当度众生 虽菩提 莫作是念 何以故 身无众生愈来道者 若有众生愈来道者 愈来之有我人 众生受者 从信解修 而到正误的阶段 第25 现在第25份至31份 就是讲正误 现在 讲回前面 我们讲 整部《金刚经》 是信解修正 四个阶段 为什麽信 信是什麽 信原来所说的教法 但应如所教主 第圣份 应该这样 而信原来所说的 解是什麽 心解义趣 虽菩提 心解义趣 体内悲哑而百佛言 第十四份 解悟如来所说的言教 以及他的义理 心解义趣 修是什麽呢 是说修行 医着《金刚经》的修行 来一切上 降伏妄心 无所住 来安住真心 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修六度万行 现在讲二十五份是正的 二十五份开始正果 开始正果 如果告诉你 正到果 正到法 跟《金刚经》的义理不相合 正果无有一法可得 正什麽果 你再执着正果 正果之法由二十五份 略是名 降伏妄心 来一切上的道理 要降伏妄心 必须要离上 要安住真心 必须不起执着 我执法执 要空调 无所住 无所住即是要安住 你第一次来听我讲《金刚经》 你可能不知我说什麽 无所住 现在越说越快 因为你应该明白我所说什麽 现在谈谈的果法 谈的正果 仍然离不开这两个问题 什麽问题 现在要正果 无有另外的果 可说的 无有一法可得 无有一法可得 无有一果可得才是真得 如果无有一法可得才是真得 无有一法可得才是真得 有有一法可得才不是真得 有有一法可正才不是真正 因为你执着有果 执着有法 这边又说了 物为 莫作是念 与物为如来作是念 我当度众生 你们不要说世尊有个心念 我要度众生 我们不要传有如来有心念 要度众生的念头 以为如来有我执 有我相 我要度众生 我是能度 众生为我所度 何以故 实无众生如来度者 若如来有心念 我度众生 众生为我所度 即是误解了如来说是有我 生起能度我相 所度的众生上 这便是凡夫 如来不会说 我是度你的佛 你是众生 我是主 你是跟随者 如果有这样的感觉 就不是平等 如果有我相 人 众生 受这相 平等 真 佛界 佛不到众生 《华严经》里面说 心 佛和众生三无差别 其实心 佛众生三样 心 佛众生三无差别 一切凡夫也具有如来智慧 凡夫和佛本来平等 凡夫一时沉淋不觉 逐妄除缘 未能了脱生死 暂时为凡夫 所以在真法界里面 佛没有度众生 佛说我度众生 就不是真法界 是有上 有众生所度 在真法界中 如果有度众生的知见 而心有所住 就不是真的度众生 吹菩提 继续 如来说 有我 即非有我 而凡夫之仁 以为有我 佛出世的时候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欲佛切的时候 不是有尊小佛 一只手指 天上 地下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佛也说我 天上天下为我最聪明 这个我不是我的我 天上天下为众生的我 这是佛性 独尊 佛性是平等的 没有我上 人上 众生上 仇者上 不是真的我 是你 我 是非人 我的我 不是这个我 这个我 是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天上天下为众生平等的佛性 是独尊 佛性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我 是一个假命 如来不起心动念有我 但他不起心动念有我 而能够随顺 广道众生 原来心中无我执 所以即非有我 心中无我执 怎会有我 但凡夫就以为有一个我 凡夫说有我 有我便有我执 虽佛提 凡夫者 如来说即非 凡夫 事明 凡夫 在世俗来说 众生是凡夫 是指上 但凡夫 因缘获合而生 是五蕴 识受想行识 当体即空 从圣上来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凡夫的佛性被无名烦恶所覆盖 如果有一日法心修行 断除无名烦恼 破妄想执着 无我上 无人上 无众生上 无受者上 无法上亦 无非法上 即非凡夫 就不是凡夫 就是已经成了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成了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不会说 我已经成了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果他这样说 又是有我执 第26 发生非相份 我们将经文读一次 衰菩提 于义运何 可以三十与上观如来否 衰菩提 如是如是以三十与上观如来 前面第5份有这样的说话 衰菩提 于义运何 可以身相见如来否 至第13份 衰菩提 于义运何 可以三十与上见如来否 即是观如来 前面是见如来 这里是观如来 不是重复 有见与观的分别 见与观的分别 见是眼见 观是心观 即是前面是粗相 恢复粗相 直到这里 要恢复心里面的细相 即是怎样呢 我见到美丽的东西 会吸引我 有美丽的相 才会吸引你的眼睛 见到心里面产生这种概念 但有时心里面的细相 闭上眼睛 也会有念头 贪亲千万言各种的念头 不一定有外相 心起的相 梦中也会起 乃至不用你六 五根 内心也会起这个相 这时要内心观 最微小的都是观才能够 能够降伏妄心 即是什么呢 眼耳鼻舌身 五根 我们有眼耳鼻舌身 眼耳鼻舌身是我们的感观 我们的感观 与外界接触 执着一切的烦恼 而产生这种违惑 令到这种违惑 令到你 作恶作善 而受果报 眼耳鼻舌身 如果我们用一间公司来譬喻 这些全部是你的salesmen customer service 全部与外界接触 但这些salesmen 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后面 control 这些salesmen的manager They all have a manager to control 后面还有经理 控制这些sales 这些salesmen 还没搞定经理 也不可以 内观就搞定经理 经理 the one who manages your senses 都搞定 内观心 你搞定前面的 前面的 teller 有什么用 他始终听manager说的 你一搞定琴擦千琴黄 搞定manager 你的眼耳鼻舌身就under control 就能够含复到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 现在修行的时候 现在告诉你 金刚基二十五份 二十六份告诉你 不是单止从外相去修行 必须内心去观照 观三十二相 前面说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 现在说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 见与观有所不同 见是以眼看见 观是内心的观察 观是必须意识要生 从以前所见的形相现在意识里面再生起 有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佛教声闻二成的修行者 是要内心观赏佛像的三十二相 因此有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所以观无量寿经里面教观佛 观佛的形象是需要的 要观赏佛的形象 是心是佛 观无量寿经里面说 诸佛而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是故与等 心想佛是 是心即是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好 所以要观佛 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你时尝观赏佛 为何佛像要庄严 时尝以这个庄严的相来 带动我们观心 如果你时尝观赏佛身的时候 没有其他妄想 就用佛身观赏妄想为你的所缘境 而没有其他一切 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因为人人皆有佛性 佛不是外求的 是从内心的 你又开始 将这个manager 将里面的经理 改造了他的经理 你改不改造你心内的经理 这个心内的经理需待你去改造 你改造了你心内的经理 在前面的销售也改造了 你只是改造前面的销售有何用 你的经理没有改造 你必须要将经理 拿来说我要train你 我要train你清静你的心 这个经理是谁 不是别人 经理是你自己 自己的经理也搞不好 那你怎样修行 继续 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转伦圣王 则说而来 这句话是何解 何解 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转伦圣王也是如来 为什麽 转伦圣王 在佛经上说 是人间最有福报的皇帝 有些皇帝是暴君 有些皇帝是很有福报的皇帝 这个皇帝是善的皇帝 给他的名称是转伦圣王 我们在南禅暴周 简法来说 这个皇帝 怎样是善人 他教他所有的人民 教他修善的方法 就是十善业 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人不妄 如不以 如不两恕 不亲 不恶口 不贪不亲不痴 教他十种善法 而所有的人民真是跟着善法来行善 因为他行善 国王善人 教了千千万万亿万万的人民 一定要行善 有这样的国王 我们在欲界没有这个国王 有很多暴君 有很多国王贪污 有很多国外欺压百姓 真是善的王很少 因为在欲界 财色名食穗的国王怎会有好的善王 将来真的有这样的 因缘 有圣的善王出现 这种圣伦王 我们叫做转伦圣王 佛经叫作转伦圣王 人间最有福报的 人的寿命 寿命越来越长 又慢慢短后又越来越长 直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转伦圣王就出现 最优秀的转伦圣王出现 人寿的寿命 直到三万岁的时候 就有铁伦圣王出现 在南禅堡洲 人寿的寿命增至四万岁的时候 有铜转伦圣王出现 人寿增至六万岁的时候 铁转伦圣王出现 人寿增至八万岁的时候 金转伦圣王出现 这些是佛经里面 不可思议的一种 人的寿命 不断不断 由减之中增加 增加之后又减 至到八万四千岁的转伦圣王 是金转伦圣王 而每一个转伦圣王 他有一个特征 因为他是善 行善 有三十二种相好 所以人的相 看人的相 知道这是善相 这是恶相 这个转伦圣王行善行到 有三十二相 这三十二相跟佛的相貌是一样的 如果说观三十二相 以三十二相观佛来 转伦圣王也有三十二相 所以不可以 以三十二相来衡量佛来 因为转伦圣王也有三十二相 怎可以用相来衡量释迦牟尼佛的相 释迦牟尼佛 发生平等 虽佛提 八佛言 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 而不应以三十二相 观如来 如果我解佛所说 我不可以执着 如来的三十二相 因为善王也有三十二相 怎可以执着 三十二相是因缘所生法 当体即空 因缘有就生 因缘分散就如灭 当体即空 怎可以执着空 无自性的事 当为实有 意是世尊而说解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这里 假使你执着三十二相就是如来你错 因为转伦圣王也有三十二相 若你为见到三十二相是见到佛 其实这三十二相不过是释身 是释法 不是佛 若你以为听到音声 说佛所说法的 这就是佛 若以音声求佛 你便执着了音声 即是 简单来做一个譬语 你来到佛堂求学佛法 若你不懂得《金刚经》破执的义理 你可能来到佛堂执着了什么 色声香味触法 你来到佛堂拜佛 去到修学佛法也好 若你不懂得用《金刚经》破误 破我执法执 空执 你便会执着色声香味触法而信佛 你怎样执着色声香味触法 怎样执着色 怎样执着色 以讲色 你先认佛 你怎样执着色 我来到佛堂 佛堂真是庄严 他庄严 我便来 佛堂如此粒粒 我便不理 信佛不送佛是色相影响你信佛的诚心 你便执着色 我举个例 执着佛裏面的 庄严 执着佛裏面的布置得好吗 执着色 怎样执着色 这间佛堂放咽口的声音 唱到飘飘然 我执着这声音多好听 我一听到放咽口里面的声音 我流泪 我流泪 听到的时候我心很安乐 所以为了我的心要安乐 我便要听着唱念 敲打唱念 叮叮当当当 挺好听 你执着色 而信佛 食性香 彈香 味 这间佛堂只好食 这间佛堂只不好食 这间佛堂只不义吃 这间佛堂只不义吃 这间米是生的 这间佛堂是不可以的 这间异工所煮的东西都是不可以的 你便执着味 于是 即声香味 足 足即是望有果报 我来到这里做一件事 我会好报的 我放心我会长寿 我捐钱 报师 做财子佬 做亿万富豪 捐钱 做甚麽事都有好报应 为了报应而信佛 执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讲表面给你听 如果这样信佛是邪道 不能见如来 见如来不是见佛 不能见到自己的真如智性的理体 见不到你平等真如智性的理体 举个例子 四人行邪道 入了邪 有些人很害怕 我信佛也入了邪 这个邪 不是普通意会的邪 普通意会的邪是大逆不道大恶 入落地狱的邪 邪不是正道 不是真的邪得这麽交关 我执着 我只是执着 佛堂好食 我又去 佛堂不好食 我又不去 人会有分别心 我喜欢去佛堂 吃些好东西 但始终有所执着 佛教你破执 邪 你已经发心 你已经走出第一步 虽然是邪 也是朝路来走 虽然我执着有果报 我执着有果报 好过我完全不离佛堂 我完全不信佛 那些连邪也不及 那些不是邪 而是地狱的种子 大家明白吗 不要说你很邪 有些人必须要斜斜地才能进入 你不斜 要斜斜地才能进入 这些事要批评人 你真是邪 执着我又不用说 他因缘到自然邪 可能他因缘到修行得比你更快 你以为你自己 若以色见 我以音声求我事人行邪到你邪我正 结果他一走之后 他比你更快 他还成佛先 也未定 今天我讲到第26份 由27、28、29、31 可能明天最多后天讲完 愿与此功德 土及这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